这回闹大了 路虎打人女子真是身份曝光 家里做生意的 不差钱 被打小伙头晕耳鸣拒绝和解 决定硬钢到底 路虎女司机打人事件已经过去两天 尽管警方已经对其做出惩罚 但其恶劣行径实在令网友们难消怒 逆行插队还打人 而且打的还是退伍军员 实在是太嚣张 简直无法无天 网友猜测此人背景强大 甚至有传言他是当地城管局的干部 但很快该传言就被官方辟谣了 两人只是同名同姓 从外表也能看出根本不是同一个人 而知名媒体人在调查后 总算扒出女司机的真实身份 虽然没权却实在有钱了 青岛作为知名旅游城市 旅游资源丰富 女司机一家就做起了跟旅游相关的声音 这么多年赚的是盆满钵满 有钱之后就开始目中无人了 事发当天 女司机驾车一路逆行至一个拐弯处 差点跟对象而来的林大哥撞个正着 林大哥暗响喇叭示意他逆行了 谁知女司机一脸的不服 嘴里骂骂咧咧 很快 路面就发生大拥堵 工作人员前来指挥交通 还被女司机骂了个狗血喷头 在倒车的过程中 还不慎寡蹭到前方大巴车 这可把女司机给气坏了 钻到车里对着林先生一顿大巴掌 尽管被打得满脸是血 但林先生始终没有动手 事后他解释说 自己是名退伍军员 目前在青岛开民宿 当天车上还坐着客人还有小孩 为了不吓到他们 他才选择了银员 现在他还在医院接受治疗 经常感到头晕恶心 看到这么多的朋友关心他 他顿时觉得不委屈了 现在他已经提起了行政赋议 决定硬刚到底 对此不少网友表示支持 一定不能和解 让打人者受到应有的惩罚 另外再进行民事诉讼 他不是有钱吗 要他赔钱 最好赔他的倾家荡产 看他以后还敢不敢这么嚣张了 对此大家又有什么想说的吗